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因为我2005年的时候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青少年NBA的一个参与的参与 然后当然就是现在的青少年NBA 当时其实就是对我自己帮助很大 因为通过这个项目可以说是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NBA系统组 比如说参加比赛啊 参加训练 有这个训练师帮你训练 有很正规的比赛 然后帮你安排好每一步 然后有一些奖励啊 然后有这样很多的机会 我觉得对于这个训练上来说是特别难得的 因为在小的时候 除非你是非常专业这种专业队之外 其实你很难有机会得到很系统的一个训练 跟一个比赛的上场的机会 所以其实这个这整个去年NBA这个program 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现在也确实是觉得希望能够尽我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帮助这个项目在国内呢 然后包括全世界能够越来越好 希望确实是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能够了解这项运动 接触这项运动 而且有这个更多的机会 在这项篮球里面去发展自己的一些特长 然后包括能够传递这个精神吧 因为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确实是一个能够让这个青少年更加有自信心 更加懂得团队合作的一项运动 所以确实作为这个这个leadership puzzle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演示 就是希望能够进去的一分力 帮助这个项目越来越好 这个运动非常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团队的这个合作精神 然后包括就是这个 就是不完全是未来喜不希望成为一个专业的这个运动员 我觉得这些运动都是可以让你从中可以学习的 所以有这个梦想的孩子呢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鼓励你们不要去不要放弃 因为这条路虽然说很很艰难 但是付出会有回报 而且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 但是打球可以让你从中随到很多人生的这个做人 那包括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很多的那种道理 会对你男生有很多帮助 所以我希望只要有这个梦想的话 就一定不要放弃它 然后要坚持这个梦想的手段 321加油